感冒 昨天我们学习了感冒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我们对这个人感冒不感冒 感冒就是感受外面的 具体到六因里面 主要是风险 主要是风险 整个肺气病症都是跟外感六因有关系 因为肺是外活皮毛 外邪经贩人都是先是从皮毛一步一步 往里面走的 不知道大家注意 一古文学过没有 大家学这个扁鹊传的时候 有没有印象 扁鹊当时看见齐桓侯 就说你这个病 一看它的气色 我们终于叫 有租内必行租外 能理解吗 有租 这个租什么意思呢 租 于 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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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然就会行租 于外 人 租 对外是一个整体 他忘记 齐桓侯怎么样 还有没有 记得这一段 类似没有 说你有病 在咒里 就是在皮毛 他开始不是这样 他开始见了 说你有病 齐桓侯不高兴 齐桓侯因为感觉好好的 是吧 又过了五天 他说你有病 要赶快治 这个时候 桓侯不愿 又过了五天 给桓侯讲 说你有病 要赶快抓紧治了 桓侯这时候 不高兴 不理他 他出去以后 桓侯给他周围的人说 说医子好利 予以不及者为功 能听懂吗 是这个医生太好利啊 太爱赚钱了 我本身没有病 他说我有病 他想靠我来 表明他自己有功劳 结果又过了五天 两个人又见面了 怎么样 变确怎么 怎么 什么 什么情况呢 望见桓侯而退走 退是向后退 是吧 看见你桓侯来了 赶快朝后退 走是什么意思啊 对 古代这个走是跑的意思 赶快跑 跑掉了 远远看见桓侯来 就跑掉了 为什么要跑掉 这个桓侯赶快就找人问 去追变确 为什么要看见 远远看见我就跑掉呢 变确就讲了后面 我刚讲的这一段 开始他是病是在咒理 在皮毛啊 第二个是进入肠胃 第三个进入血脉 第三次见他的时候 已经进入血脉了 今天我看见他病已经进入骨髓了 虽私命无赖之河 就是神仙现在来 这个病到了这个阶段 没办法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故事 大家记住 所有的病都是从感冒一步步发展来的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 古人说 伤风不省 久违劳 就可以变为虚劳 具体到我们肺细病症里面 包括肺劳 所以任何疾病都强调早期治疗 不要小看一个感冒 具体到我们肺细病的大家可以想这个感冒 刚一开始 它主要是两大组症状 还有没有印象 一组是什么症状 对胃表不活的症状 包括关节酸痛 怕冷 甚至发烧 最典型的是头痛 好多人一感冒就容易头痛 因为我们中医的说法是什么 风邪是怎么样 高颠之上 唯风可道 风邪是往上走的 所以我们内科里面还有一个病叫中风 中 风邪 我们后面要学到 中风的病人是什么 风邪往上走 大家看自然界的风 一种是龙卷风 有没有印象 龙卷风是 总体趋势是往上走的 所以中风的病人 刚开始是 最早是悬晕 悬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 突然昏暴 悬晕走路走不稳 有些人讲话说 我走路打偏偏 好像要朝一边倒 自己走不稳 可以甚至一下子就昏过去 突然昏迷过去 人是不行 所以中风厉害的话 可以 中脏腹就可以出现昏迷 大家看风除了往上走 风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风是从一个方向刮过来的 是不是 所以中风的病人除了出现悬晕 突然昏浮 人是不行 还有一个 一旦醒过来以后 会出现半身子体的瘫痪 半身动不了 半侧颜面子体 口碾歪血 但这就风 就这么个特点 所以我们中医叫天人 什么 天人一体 中医对万事万物的认识 就是离不开自然界 我们学的这个风 当然我第一节课 我送大家两个字 哪两个字 对啊 我们今天讲的风是外风 有外风就有什么 那必然的吧 是不是 有外风就有内风 外风主要是跟肺有关系 内风大家想知道跟什么有关系 对 皇帝内经讲的 诸风调旋 这是内风 我们讲这个中风也是内风 内风往上走 往一边走 但是两个又不能截然隔开来 它是一对阴阳 外风容易引动内风 那里面有内风也容易招引外风 那我们想这个外风在体表 如果没有及时控制 它本身是除了这个体表的症状之外 第二组症状是什么 鼻窍的症状 是不是 非开窍于鼻 感冒的病人往往容易打喷嚏 流鼻涕 吸把它叫做上呼吸道感染 这个感染再往下稍微走一点 大家想就走到什么地方 气管 支气管 那就到肺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一个病叫咳嗽 我们也是这么五个大问题 第一个该说 这里面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什么是咳嗽 是吧 大家的问题就来了 中医感冒这个名字 我们都习以为常 人人都知道 不像你老师讲都知道感冒 是不是 咳嗽 大家不用老师讲 几乎都知道 是不是 那大家的问题就来了 中医这个病名是不是太简单了 是不是 我们后面还要学头痛 学胃腕痛 中医能不能玩得高雅一点 像中风这个名字起得还比较高雅 是吧 后面学习腹蟹蟹蟹蟹 是吧 谁都知道 是吧 为什么名字要这么简单 简单有它的好处 不像西医那个病名 人家这个病名 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 我们第一节课给大家讲 我们的第一部经典叫做什么 《易经》 对 《易经》 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尽量简单化 《易经》 03年 我不知道大家师父主义 在中国大陆经历了SARS 你们经历过SARS没有 经历过 台湾也一样 SARS的病人就有咳嗽 当然他与咳嗽同时有高热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咳嗽都要学好了 管你什么病 谁要表现为咳嗽怎么样 都能够治疗 你说这个病名简单好还是复杂好 你出现个SARS 这个完蛋了 这个西医 不能说完蛋了 这麻烦事来了 这是一个新的传染病 大家想 这个新的传染病出来了 这个病毒没有分离出来之前 能不能治疗 没有办法的 你好不容易把这个病毒分离出来 需要时机 需要周期 是不是 等于你把这个药物研究出来了 等于你把病毒分离出来了 还要研究能够对抗这个病毒的药物 是吧 需要假以时日 好 我不用你把药物研究出 能够预防这个疾病的疫苗 又需要时机 大家想等于你把这些都研究出来 这个病最后出现什么结局 没有办法控制了 所以不要看我们中医的病名简单 简单有简单的好处 他们分离这些新的病 这个病名起得很高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干着急 没办法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们这个病名 简单有简单的好处 那什么是咳嗽 上节课我给交代交给大家的是 顾名思义 而且中国的字 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 我们现在是通称咳嗽通称 是不是 其实是中医是有不同的界定 有声无谈未知咳 有谈无声未知死 那两个是偏执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临床见到的病人 往往是什么 既有声音又有什么 又有谈 确实也见到只有声音没有谈 或者土谈很少 我们给他额外一个名字 叫干咳嗽 那我们就复杂了 我们三个字了 是不是 那古人就是咳 现在人就把它叫做干咳嗽了 你以后看到古人的一样 这是这个病人 咳没有提嗽 多少天 那你记着这个没有谈的 这个人只是素 什么 那你记着 只是谈没有声的 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两个同时并见 所以我们说是 咳嗽并痴 我们书上下的定义是 咳嗽是指肺时宣降 肺气上腻作生 咳吐痰液而言 为肺气疾病的主要症候之一 我们讲肺气病症 只要有三大症 咳痰痠 所以大家以后碰到一个 这个病人是肺脏有病 首先要问他 咳嗽不咳嗽 有没有痰 有没有哮喘 气够不够用 再结合他的部位 胸闷不闷 这些基本的要 要会问到 这是我们讲的他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看历史严格 历史严格我们也交给大家 有一个共性的规律 什么共性的规律 我们先第一步要看哪一步著作 内经 对 皇帝内经 一般都是这样 你们感到咳嗽这个病 常见不常见 所以皇帝内经 我们上节课讲 只有十三个方计 但是皇帝内经 我感到很了不起 专门有一篇讨论咳嗽 对 素问的咳论 在咳论里面 第一次提出来 这是中国人很了不起的智慧 对 五脏六腹 竭令人咳 非毒肺炎 我们现在 现在新认为要咳嗽的病 那是呼吸系统出了问题 他们往往主要是从肺来考虑问题 气管 知气管 中医不是这个概念 中医你咳嗽它是个症状 后世更有具体的形容 他说肺由中染 大中 见过没有 他这个肺就像一个大中一样 外邪 从外面 这个中从外面也能敲响 是不是 你拿那个从里面敲 也能敲响 是不是 他就说 外来的邪气 外感的六吟 也可以 里面的这些内脏功能失调也会 导致咳嗽 所以皇帝内经最了不起的贡献是 专门也有这个专片 在科论片里面专门提出来 五脏六腹 急令人咳 非毒肺炎 因为我们昨天学了感冒 我们讲了这个外邪 先犯的是胃表 肺是外活胃表 所以他从胃表就可以进入他的内核的脏腑 进入肺 出现咳嗽 这是感受外邪 我们容易理解 那五脏六腹里面 最容易导致的 第一个 我们一句老话 说 什么是生坛之源 对 什么是促坛之气 对 皮它是运化水尸的 皮这功能一旦不能够运化水尸 诗句就可以干什么 成坛 坛液就可以上饭 大家记住 中医坛的这个理论 坛是无处不到的 坛是哪儿都可以去的 但这个皮湿一旦不能够运化水尸句成坛 坛第一个就可以上饭到肺 引起咳嗽 我们后面要讲到坛食咳嗽 第二个 我们说肺的位置最高 但肺属于什么 五行里面 属于金 那什么最容易刻金呢 对 特别是肝活旺的人 对 他是讲对了 本来是金刻木的 但是这个木怎么样 肝是什么之官啊 将军之官 将军一般都是好发脾气 他是智慧的是千军万马 干火一旺 火是旺上走的 就容易 就容易伤费 也会导致咳嗽 但这个咳嗽往往是咳 瘦一般不多 是不是 因为是火往上冲上来 就是一般是干咳嗽 我们刚刚讲了 脾为生痰之缘 肺为主 一般是什么 是以兽为主 一般都是咳嗽痰多 甚至都不咳嗽 就天天吐痰的 我们通常讲的 肺阻气 思呼吸 但是又有一个器官 什么阻拉气 肾阻拉气 所以这个肾有时候功能一不好 也会影响到肺 影响到肺的阻气功能 我们这是理论上都要讲 但是临床上一般讲说 肾不拉气往往是鉴于喘 喘就比较重了一步 因为这个肾的位置低 我这次举例 就是五脏六腑都能够 心也是这样 肺阻智节 心阻血脉 现在我们一结合 现在也很好理解这个问题 肺里面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小循环 肺里面就都是毛细血管网 静脉血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心脏病 临床上也会出现 往往我们把它叫做心圆性哮喘 影响到肾 影响到心 这是人体的两个脊 往往都是到肺细病症的后期 所以我们感到皇帝内经这个认识 是很了不起的 感谢观看